粉色的烟雾中露出一只面目猙獰的熊猫 它体型庞大,目测得有8米 妈妈很意外,美美的突然变身 它从厕所翻窗逃走 妈妈紧追不舍 美美只能见缝插针 从半米宽的墙缝中寻找出路 美美拼命顺着架子往上爬 她是900斤的体重啊 单薄的架子根本无法承受 只见美美纵身一跃 跳到对面的广告牌上 美美顺势爬到楼顶 她此刻害怕极了 小心翼翼地在楼顶穿梭 可是飞跃的距离没有预测到她的预测 整个身体直接挂到了墙上 美美双手捂住眼睛 哭着跑回祠堂 妈妈紧随其后 看着躲在被子下面哭泣的女儿 甚至没有办法再瞒下去了 原来他们祠堂供奉的祖先欣怡 在古时候男人不在家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保护亲人的方法 在红月之夜 她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蜥蜜拥有了驾驭她情绪的能力 变身为一只神秘的野兽 她成功抵御了强盗 蜥蜜的女儿积极之时 这项天赋就会显现出来 世代相传 很明显 美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妈妈告诉她 有方法可以治愈 自己的红熊猫灵魂 就封印在这条项链里面 爸爸查到下一个红月在25号 到那天就可以举行封印仪式 然后将永远治愈 同学来到窗外找美美 当他们说出四成乐队要来开演唱会时 美美激动地忘记了自己现在的模样 这只硕大的红熊猫 仅仅把同学抱在怀里 她努力地解释着 从妈妈那儿得到的遗传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此刻她觉得自己就是个怪物 同学安慰她 这都不算事 然后他们唱着偶像的歌曲 让美美放松下来 舒畅的心情令她暂时变回原样 他们想参加偶像的演唱会 苦于父母不支持 自己也没钱买门票 转机往往就在意外时出现 在学校变身被其他同学看到 美美赶忙躲进厕所 反而被同学认为是最可爱的魔法熊 接下来他们开始计划 筹集门票资金 美美变身成红熊猫 来吸引同学们的喜爱 闺蜜帮忙打灯光拍照 大家纷纷争相恐后地要求合照 很快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还在厕所里 卖起了红熊猫周边 这下离计划越来越近 学校的富二代邀请美美作为特邀嘉宾 来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 最后以200块钱达成交易 晚上美美变身红熊猫 在富二代的生日派对上带领大家狂欢 本以为拿到这200块钱就可以去买门票 却发现闺蜜记错了演唱会的日期 25号是红月之夜 美美需要在那天晚上举行封印仪式 她异常激动 一时无法控制情绪 不料 富二代却在同学的怂恿下 让她下来继续骑奔 听到富二代侮辱的话 美美愤怒地冲向她 幸亏妈妈在床底 发现了美美的计划 及时赶到这里 才避免了富二代受伤 很快 妈妈和外婆带领家里的亲戚 他们唱着听不懂的奇怪咒语 准备为美美举行封印仪式 女孩被封印在圈子里 一道红光照射在额头上 身体逐渐腾空 转眼间 她来到一片竹林 心仪的出现 是为了帮助她封印体内的红熊猫 原来美美只需要努力穿越这面镜像 就可以脱离体内的红熊猫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就在美美即将和红熊猫分离时 她回忆起这段时间点点滴滴的美好时光 恍惚间心中十分不舍 最终选择留下红熊猫 美美迫不及待的 要赶往演唱会现场 不顾众人阻拦 一向身为五好孩子的美美 竟在关键时刻忤逆妈妈 妈妈伤心的情绪无法自控 项链也即将破裂 只见她体内的红熊猫 突破封印 另一边 美美发现身体和红熊猫之间的转换 掌握得游刃有余 就这样她蹦蹦跳跳来到演唱会现场 找找闺蜜的位置 直接一跃而下 看着台上从天而降的偶像 即将和美美握手 妈妈一声怒吼 阻止了他们接触 殊不知 妈妈体内的红熊猫 足足有200米高 是家族内体格最大的 她掠走自己的女儿 警告她 不该来参加演唱会 说着拆掉灯盘 随手扔到地上 这下彻底触动了女儿的底线 只见美美挣脱束缚的胳膊 变身成红熊猫 随即咬了妈妈一口 妈妈吃痛的将她甩到地上 美美这时也开始摊牌了 告诉妈妈 自己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乖乖女了 毕竟也到了叛逆的年龄 她粗鲁的扭动着身体 只见美美一跳跃到空中 俯冲向妈妈的鼻尖 没想到 失神的妈妈 对她这么一撞 晕倒在地 众人趁机启动阵法 美美在竹林中 见到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原来妈妈曾经一心追求完美 却怎么也做不到 让所有人都满意 美美的安慰 让妈妈从此打开心结 这部电影本身就是老生常谈的 以青春成长 与代际关系为主题的影片 大红熊猫的设计非常可爱 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 青春那段叛逆 甚至焦虑的时光 这部作品用高质量的动画 诠释了这些概念 就是这部作品用高质量的 我们来说